哈喽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五款锁定画面专用的Widget小工具 在之前iPhone 16 我们就已经介绍过这个全新的锁定画面界面 后来我也有做过一部教学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更强大的 由第三方App所提供的这个小工具 因为我们知道iPhone内建的小工具 其实它功能是有限的 那由第三方App所提供的 包含它的花样更多功能也更多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这五款App有哪些特色吧 那第一个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叫做One Widget 点进来我们就看到它里面 其实主打的就是这个锁定画面的小工具 然后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 例如说倒数日或者是记簿器 还有图片等等的 然后我觉得它最棒的一点 就是今天你不管设定 比如说记簿器或图片 你点下去都可以自己设定 你要打开哪一款App 或者是指形捷径也可以 例如说大家看到我现在锁定画面上面 就是设了四支动森的可爱图示 然后我每一款点下去都可以打开不同的App 这四个动森的图片 都是我用上一部整批去背的捷径做出来的图片 所以如果你今天也想要做这个去背的可爱图示的话 可以参考我上一部影片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款App 来看一下它的上面的图标可以有哪一些 我刚才说的自己做的图片 就是用这边的这个图片做出来的 就是我点到随便一个里面 然后去加入我要的角色 那大家有注意到我自己加的这个图片 其实是有颜色 但是最后出来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锁定画面它的时间 还有它的小工具都会是同一个色系的 所以你在App里面看到的并不代表最后的颜色 这边例如说我加入了这张照片之后 我下面有一个自听一跳转 它里面可以让你选App或者是捷径 这个快捷指令就是捷径的意思 例如说我按App 那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是因为这款App是中国设计 所以这里面App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看过的 不过我们会用App其实里面都有 例如说Instagram、Facebook或LINE等等的 里面其实都找得到 大家比较注意的就是iPhone自己内建的程式 在上面的用字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例如说形式力它在里面的用字就是日历 然后记得在这款App里面 你一定要按这个保存小组件 那我们现在就做完了一个小的Widget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 其他像是这边有记步器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在锁定画面最上面的这一条 它也可以改变成其他东西 例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它 记步器就是可以放在最上面这样子 然后还有像是你可以自己打自己要的文字 或者是倒数日 那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里面的 指定日期倒数日是需要付费的 但是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功能其实在其他App也很常看到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 这边显示的颜色跟最后呈现颜色是不一样 然后比较特别的有像是在系统里面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打开蓝牙或WiFi 它的意思是它会显示你现在有没有开启WiFi 一个还蛮好用的就是分享你的行动网络 因为有时候你要跟朋友分享网络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个蜂窝网络有没有 点进去 然后下面你就可以把它设定到捷径那边 去打开你的网络分享 那你设定完之后要怎样把它加到 锁定画面呢 首先我们到自定这里 然后在设定小工具这边我们按下去 接着我们往下去找到One Widget这个项目 里面例如说我们刚才制作了一个中型的 然后加完之后我们再把它点进去 然后再去选我们刚才做好的 然后要一个一个点进去换 所以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它有两个步骤这样子 那第二款要跟大家介绍这款iAm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款励志小卡的App 给大家看一下 在里面有超多不同的种类跟面向的 心灵鸡汤剧 就大家应该都听过吸引力法则吧 那这款App里面就提供了超多不同种类的语句 里面的分类超妙 例如说什么吸引爱情啊 正向思考啊 然后自我成长等等的 五花八门的种类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 这样 里面就是一句一句就是激励人心的话 然后大家看到这边是英文的 因为我觉得它的中文翻得很不好 而且只有英文才有这可爱的字型 然后在种类这边呢 很可惜的 就是大部分其实是要付费的 然后要注意一下它的试用版非常的贼 就是它第一次试装跳出来 它跟你讲说有三天的免费试用 然后之后的订阅价格是比较贵的 然后你就把它关掉之后呢 它第二次跳出来会变成七天的免费试用 然后价格又变得更便宜 所以想要试用全部功能的人呢 可以这样子试看看 那设定完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一句一句的话 出现在你的锁定画面这边 然后你可以设定它的频率 例如说每几个小时就换一次啊 或是一天换一次等等的 那我觉得这款App呢 它其实是比较适合加入我们的主画面的 它主画面就会变成这样子 非常可爱的一张小卡 然后它的背景跟App icon都是可以换的 然后这边你就可以去选你要的背景 然后如果你想要换App icon的话呢 就是右下角按下去 就可以配合你的周部主题 去选一个比较适合的icon 所以就是一款非常可爱的小App 分享给大家 然后最下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Top Widgets 这款App最近非常的红 但是我用了之后呢 我觉得One Widget比较好用就是了 那我们现在点开来看看 那里面呢 大家看到最上面这一排 它有一个锁屏 有没有 就是这一格里面才是我们今天锁定画面的主题 然后里面呢就有倒数日 因为我们刚才说 在那个One Widget里面 倒数日是需要付费的嘛 但是在这一款App就是免费的 然后还有一个蛮不错的 就是这一款App的倒数日 是可以设定农历日期的 譬如说纪念日这边呢 我点下去日期 然后它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农历可以选择 所以如果你有农历的需求的话呢 这款App是还蛮推荐的 然后我们可以预览一下 它实际呈现的样子 然后设定完之后 记得要按下面这个保存到我的锁屏组件 然后这边呢 有些比较特别的像是情侣专用的组件啊 就很闪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个蛮好用的 就是它日期上面这一条也可以改 那我这边呢 就是改成现在的电量跟我的记步器这样子 那怎么设定呢 就是在下面这边有一个挑新组件 点下去之后呢 这边有一个电量跟步数 有没有 点下去 然后大家看到上面有一栏编辑内容 这边你就可以去修改 你要的emoji跟标识 然后实际呈现就会是上面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蛮好用的一个功能 可是这一款我觉得比较可惜的 就是它没有像onewidget那样子 可以点进去就进到不同的app 或是直行接近 它加到我们的桌面呢 一样我们就是先进到这个画面 然后下面去找到刚才的topwidget 那例如说我们刚才设计的是图标 就先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点一次 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我们刚才设计的 例如说爱心这样子 那下一个呢 我们要介绍我们的老朋友widgetsmith 点进去 这一次呢widgetsmith也加入我们锁定画面的小工具 在首页进来呢 我们看到右边就有一个lock screen 点下去之后就会进到这个页面 大家看到这一个呢 就是最上面那个小小的那一栏 点下去呢 你就可以设定说 你想要打自己的文字 自己的emoji 或者是说 你想要不同显示日期的方式 甚至是记步器呢 都可以在这边设定 然后我们回到上一页呢 这边就可以去设定比较小的小工具 那这一款呢 也是比较可惜就是他没有办法直接联动app 或者是执行接近 但是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你选完你想要的东西之后 上面有一个settings 点进去之后呢 这边其实是可以填入url的 那url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只不过这部分是有一点复杂 所以这部分我觉得没有像般widget那么好用 然后下面呢 有一个蛮特别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出现指定的小工具 点进来你就可以来设定时间 你希望它在几点到几点的时候出现 然后呢我们这边按加号 它就会出现第二格 然后你就可以再点下去 去设定不同的组件这样 所以就等于是同一个小工具呢 你就可以去设定不同时间 出现不同的功能这样子 就还蛮酷的 那比较小的这个小工具 其实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中型的 大家看我这边呢 就已经有设定第一个是倒数日期 然后第二个是记步器 然后注意一下呢 它这个背景不是实际呈现的背景 它最后只会出现前面的字而已 然后字也是会跟着你的主题变的 那要加入小工具的方式呢 一样我们先进到刚才编辑的画面 然后一样呢 加完之后要点进去去做编更 那最后一个呢 要介绍这个Color Widgets 这款也是可以加入图片的 点进来呢 我们看到最下方第二格 这个就是Widgets 点下去 里面呢 这边有一栏这个Lock Screen Widgets 点下去 这边就是所有我们可以使用的 然后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Photos的地方 我们今天也可以去设定我们自己的照片 那这款App也是属于比较单纯的 它没有办法直接联动App 或者是执行捷径 那它里面的功能有例如说日历啊 显示照片啊 天气啊 或者是倒数日期 这边也可以去设定你要的倒数日 然后这边就可以打你想要显示的文字 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下面还有一些例如说 比较特殊字型的一些字句 还有最上面小小的内栏 你可以显示记步器 总之算是一款比较简约 然后功能比较简单的一款App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锁定画面的小工具App 就介绍到这边 大家最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一起分享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的话呢 也记得要帮我影片按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把小叮当开到全部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